今天是四巡奇第五主日 尽唐永 聖神的恩慈与大家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专利兄弟姊妹 今天我们慶祝四巡奇的第五主日 下星期就已经踏入成洲 我们围着一份悔改的心 四巡奇是教我们悔改、皈依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四巡奇这几个主日里 能够养成一种悔改的习惯 承认自己生活上的种种过法 求主宽恕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承认我在私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征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我们各位兄弟姊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明天使圣人 圣人 晓人 阿满 � charging 我们的天主,你的圣子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舍弃自己的性命,求祢帮助我们以同样的爱在生活中,常乐于实行爱德。 因祢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祢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名王。 阿们。 今天的读经是月年读经,读经一,公读耶纳米亚先知书,看日子将度,上主的段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定立新药,不像适日,我握住他们的手。 引他们出来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所定立的文药。 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但他们以自行破坏了我这文药,上主的段语。 在那些日子之后,我愿与以色列家定立文药,上主的段语。 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作他们的天主,他们要作我的人民。 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 上主的段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答唱荣语,答句是,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火纯洁的心。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联敏我,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 求你洗尽我的过犯,求你随静我的罪恶。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火纯洁的心。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火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 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 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神。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火纯洁的心。 求你使我从获坚固的喜乐。 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 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投奔。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火纯洁的心。 真式。 读经语。 公读至希伯来人书。 当基督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号和眼泪,向那能够他脱离死亡的天主。 献上了祈祷和懇求 就因祂的前境 而获得了苦运 祂虽然是天主子 却由所受的苦难 学习了服从 且在达到完成之后 为一切服从祂的人 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贵于你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贵于你 主说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这让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贵于你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药望福音 主愿光荣贵于你 那时候在哪些 上来过节 崇拜天主的人当中 有些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利纳亚 背特塞达人 斐利伯前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想拜见耶稣 斐利伯就去告诉安德纳 然后安德纳和斐利伯 便来告诉耶稣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成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进入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这样 我在那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现在我心神烦恋 我可说什么呢 我说 父啊 救我脱离者是神罢 但我正是为此 才到了者是神 父啊 光荣你的命罢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 我还要再光荣他 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 这是打雷 另有人说 是天使同他说话 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 而是为你们 现在就是这世界 应受审判的时候 现在这世界的元首 就要被赶出去 至于我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 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要表明他 要以怎样的死而死 上主的话 基督我门撒美你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耶纳米亚先知书》 就提到一件事 就说天主必要与以色列家 与犹大家定立新约 一句这样的话 不简单的 因为旧约 耶纳米亚先知在旧约 旧约里面提到新约 是很罕有的 今天一句这样的说话 天主会同以色列家 与犹大家定立一个新的约 在福音里面 耶稣又说 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刻来到了 就这样听 这两道说的东西好像不是一样 一个说天主要与 以色列与犹大家定立新约 一个耶稣说自己光荣的时刻来到 其实两样是同一样东西 耶稣光荣的时刻 就是在他苦难十字架的时刻 是他最光荣的时刻 正正是通过苦难和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定立新的盟约 所以两样东西是可以摆在一起看的 所以今天我就很想用 耶稣说光荣的时刻 而这个正正是新约 所以我就说 不妨我们用光荣的新约来做反省 反省这几篇读经 看看给我们什么提示 第一篇读经来自耶勒米亚先知 大家都知道在西乃山上 天主梅室定立盟约 替以色列人定立盟约 当时讲盟约 没有讲新旧 只是讲盟约 不过这个盟约 就很不幸 那么多年来被以色列破坏 经常去拜偶像 离弃天主 总之结果就是 国家分裂为两个 而分别都灭亡了 不过以色列在公元前的721年度 亡了 被亚述帝国灭了 另外南国犹大 遲百多年 在587年 被巴比伦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可以说 连圣殿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旧的盟约 好像就此完结了 但是通过今天的耶勒米亚先知 天主不单是对北国或者南国 而是对两个家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是一个统一的天主的选民 去讲 我和你们定立新的盟约 在旧约里面 讲新约大概是真的很罕有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 天主和他们定立一个新约 既然说新 和旧约一定不同才说新 如果你们记得 旧的盟约是写在石板上的 现在这个新的约 写在你的肺腑里面 写在你的心头上 你不会忘记 你会记得这个盟约 这个盟约最重要的地方 甚至你可以说 光彩的地方是什么呢 天主已经宽恕了你们的罪 不再记忆你们的罪过 这个盟约 天主说新约就是这样 显示出什么 在这里已经透露出 我们后来福音的信息 所以旧约里面 已经让我们看到 慢慢见得到 新约的一些痕迹 所以我们说光荣的新约 已经在旧约先知里面 慢慢已经开始透露出来 最重要的地方是天主 宽恕人的罪过 不再记忆你的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二篇《读经》来自《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作者很强调 耶稣是永远的大施制 耶稣的角色是大施制 和旧约的施制不相同 旧约的施制担任一些角色 特别是属罪的角色 在属罪节的时候 为以色列人属他的罪 施制自己本身都有罪过 自己也属罪 所以旧约的施制就做这些角色 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大施制 是一次而永久 不需要年年地去负罪 一次而永久 以自己的血为我们负罪 所以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 就是这个作者要带出这个 这么漂亮的消息 所以耶稣基督正正通过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上的苦难 他的血为我们定立了这个新的药 天主不再记忆人的罪觉 所以他成为永远救恩的根源 第三篇读经 我们听到《若望福音》提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片段 有些希腊人想来见耶稣 这些希腊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希腊人是一些归依了犹太教的希腊人 他们被犹太教信仰吸引 去信唯一的天主 他们每年都会上去耶路撒冷去朝圣 正正是这些人 这些人本来是归依了基督 即是旧约里面的犹太教 但是今天他们很想见耶稣 为什么要见耶稣呢? 大概只能猜测 他们见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 在未去耶路撒冷之前 在白达尼耶稣復活拉习禄 刚刚上一章復活拉习禄 他这个消息一定传到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 是一件很伟大的奇迹 很多人都去看复活了的拉习禄 因此原因 所以这群人也听到这个消息 很可能都被吸引 想见一下这个复活拉习禄的人 是怎样的人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你可以说希腊人是什么人? 希腊人是一些很重视智慧的人 他见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进去之后 跟这些当拳的人 几次交锋 每次都赢了 接耶稣基督高度的智慧 吸引着他们 哇 这么厉害 所以极有可能 因为这些人想见耶稣 他们通过斐利伯 斐利伯 为什么要找斐利伯 斐利伯的名字是希腊名字 一定跟希腊人有些关系 那就搞关系 所以斐利伯 我们很想拜见耶稣 斐利伯又找安德纳 安德纳就带着他们去见耶稣 对耶稣说了希腊人想见你 耶稣藉着这个机会 就说出今天这一段圣经 因为希腊人想拜见这个机会 耶稣说出 说人子光荣的时刻 现在来到了 一般人会认为 怎样才是光荣呢 例如希腊人很重视智慧 高度的智慧 能够搏到人啞口无言 能够真的很光彩 或者说奇迹 能够是一个很光彩的事 吸引很多人去看 一听到哪里有奇迹 个个都会勇去 这些就是光彩 所以很多人认为 高度的智慧 奇迹就是带来光彩 但是耶稣让我们知道 真正的光荣不是高度的智慧 也都不是奇迹 而是十字架上的苦难 所以光荣的时刻现在来了 这粒子要跌在地上死了 才会结出很多粒子 所以耶稣所说的光荣的时刻 是指他自己十字架上的苦难 这个苦难很重要 因为这个苦难 世界的首领被赶出去 即是指魔鬼 没有力量去抗拒十字架苦难的力量 然而就是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 十字架上高举的时候 我会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 旧约我们听到梅室在抗野里高举一条铜蛇 因为那些人被火蛇咬很多死了 谁看到一条铜蛇就可以不用死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在铜蛇 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那种苦难的力量是光荣的时刻 正正是通过苦难 新药就成立 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 不再用动物的血了 以自己的血为我们定立身而永久的盟药 所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新药 借着十字架上的死 为我们定立了一个有光彩的 永远一次过的盟药 让我们好好反省光荣的新药 我刚才一路说为何如此光荣 是因为借着耶稣的死 天主竟然宽恕所有人的罪 竟然忘记人的罪过 这是很了不起的喜训 值得我们去告诉别人这个喜训 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死 就带来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遵养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会使人归于 所以我能够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死了的 所以我想起一件事 你们很多人都参加过亲友的桑礼 在桑礼里面 其中一个环节 通常都有的就是 遵养为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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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觉得是很不自然的时刻 为什么呢 很可能死者通过长期的病患 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 不是很好看 所以很多人都不是很想看 就认为 不如不要占养更好 让我对 时时都有一个很漂亮的记忆 平时未病之前不是这样的样子 所以有些人未死之前 就告诉自己的亲友 不要占养为庸 免得人看到我现在这么折磨 不成人形的样子 我不想被人看 如果是你心爱的人 人就不介意去看他的容貌 你喜不喜欢看 我就觉得在乎你爱他有多少 你爱他的时候 无论他怎么样的样子 你都会看 所以耶稣说 他会吸引所有人归向他 就是十字架上他的圣容能够吸引人 如果我们懷着爱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不同 我想起一个发生在我们最初福音传去中国的时候的故事 尼玛窦到中国的时候 带着很多贡品去 其中贡品里面有一个十字架 当时这些贡品被一个贪污的太监马唐扣住了 他有一人就开一些贡品来看看 看看什么好东西 一看里面一个十字架 他大吃一惊 为什么十字架上有一个血淋淋的人在这里 吓得他好死 他就以为利玛窦是搞妖法的人 用妖法来阻咒人 他以为他扣着十字架 血淋淋就是用来阻咒人的一些东西 所以要严情利玛窦 这是他的故事 他第一次接触到十字架的时候 大吃一惊 因为令到他很害怕 过多一段时候 这个福音传去中国 一段时候 全教士已经向不同的人 都解释过十字架上的基督 到康熙皇帝又不同了 康熙皇帝又为耶稣基督的苦难 写了一个十字架的诗 很美丽的诗 你会看到完全不同了 因为他了解到 耶稣做过什么 这首诗是讲耶稣基督整个的苦难 是很美丽的一首诗 不再害怕见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所以也让我们反省 一眼耶稣叫我们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 我会吸引人归向我 要让我们在四旬期的时候 不妨多些尖养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你尖养他的时候 你从尖养可以感受到 我刚才所说的光荣的伸药 这是光荣的时刻 藉着这个盲药 天主宽恕所有人的罪 不再记得人的罪 正正在你感受到光荣的伸药的时候 你也会反省 在你自己生活里面 我还没有有些人 我们不能够宽恕的呢 如果有些人你不能够宽恕 不妨再一次尖养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让你感受到 正正在这个盲药 天主宽恕我们的罪 为何我们不能放下 所以十字架上的基督 是一份力量 让我能够宽恕 能够去爱 最后我很想用一篇经文 一篇伊南卓很喜欢用的经文 写在神粗里面 叫做《基督的灵魂》 很漂亮的 完全说要住耶稣的苦难 这篇经文是帮助你 深深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 你完全交托在他手里面 毫无恐惧去面对生活上种种的困难 包括面对着死亡都不害怕 一切都是因为十字架上的基督 不妨大家都听过这首经文 不妨你回去《揭开神粗》 最开始那一版 就有《基督的灵魂》这篇经文 经文就是这样说 基督的灵魂圣化我 基督的身体拯救我 基督的补血淘罪我 基督纳旁的水洁净我 基督的苦难坚强我 良善的耶稣撫听我 隐藏我在你的圣伤中 不要让我离开你 在魔鬼面前保护我 在我死的时候召唤我 命我到你台前 和诸圣一切赞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好让我们一起 向天主宣法崇约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值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性玛利亚 取得欲区 而圣为人 他在班着彼拉多执政事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圣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环绕光明地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赴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阴崇 同享光明 他曾直线之门发言 我信唯一 自圣自公 从中途存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社罪的圣誓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玛 各位兄弟姊妹 让我们这个团体 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人 连同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以我们社会的需要 对向天上的慈父祈求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慈悲联敏的天主子 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今天的读经里面 主耶稣教我们 要在墨子一样交出自己的生命 祈求圣子耶稣 继续赐下恩宠 让我们再造一伙 纯洁的心 让整个教会 能够紧紧跟随你 侍奉你 以心神 和相称的行动 实践慈悲和正义 光荣你 和在天的大父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祈祷 创造万物的天主圣父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各国的人民 开始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求主让我们能够植疫苗 令到疫情受到控制 并求天主父保守和怜悯我们 特别求祢赐智慧给科研人员 和政府官员 以负责任和专业的态度 去跟进疫苗的事宜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靠主苦听我们 请为民族之间的和平祈祷 光明之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世界分乱 民族之间 民族之间因自私 仇恨 或者误解 出现了互相敌视 和报复 甚至有人喪失性命 和平的君王 求你继续以真光照亮世界 无论是当权者 无论是当权者 或者是小市民 都不可以贪恋权力 骄傲 骄傲 和仇恨 而要学习耶稣的身教 关怀和保护身边有需要的人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香港的失业和低收入者祈祷 充满智慧的天主圣神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香港最近公布的失业数字 创十几年来的新高 低收入者的人数也不断攀升 不少市民对未来充满迷茫 求天主圣神 安慰这班所有需要的人 并在政府相关的官员心中 注入智慧和外 使他们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市民 度过难关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天主圣神 求祢降临 光照我们的心田 教我们学习主耶稣犧牲的爱 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 向圣父 呈上我们内心的请求 求祢以基督这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 顾守我们的心思念蕾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天主圣神的天会上是我们这个团体向祢祷告 我们求祢 我们求祢赐恩重悲在座 每一位兄弟姊妹 使我们在圣州临近的时候 能够借着 遵养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被祂的爱所吸引 我们这样祈求 因祢的圣子 我们的主基督的名 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呈现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品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现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主人、兄弟、姊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存 全能的天主 祢藉着基督信仰 啟敌了你的仆人 和你以这个圣祭的效能 静化我们的身心 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和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以为恢复我们心灵的纯结 制定了这个充满救恩的时期 帮助我们黑性私欲偏情 并在处理陈世变幻的事务上 懂得追求永恒的珍福 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 一起歌颂你不停地欢呼 圣圣圆圣圆圆圣圣圆圣圆圣圆圣圣圆圆 dum 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今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你, 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吐雪。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 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吐雪。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萌若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 信德的奥迹 基督,我们全部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能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随念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制觉, 我们的宗座处理汤汉书记, 以及全体教士, 使他们在爱得终日吹完善。 求你随念我们的兄弟姊妹, 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随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荣的光辉。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 同征名福玛利亚,圣母的静佩圣若失, 诸圣宗徒,以及历代敲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显让你。 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一切崇经和荣耀归于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及与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 阿们。 让我们一切用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的经文向我们的天父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阳,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子以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油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今世平安。 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 永久脱面罪恶, 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已曾对宗徒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赐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愿主的平安尝与你们同在, 亦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 徐勉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锐炼我们。 徐勉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锐炼我们。 徐勉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羔羊, 请看徐勉世罪者, 今日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传逾。 领主荣,主书,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物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再现世真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进入永生。 我们现在一同众念神领圣体经。 我的耶稣, 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 请上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 我拥抱你, 完全与你结合。 将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 别让我再与你分离。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我们既分享了基督的圣体、圣血, 求你使我们时善能作祂的肢体, 在祂内生活。 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苦手接受天主的降伏。 上主你的子民正期待你的怜悯, 求你降伏他们, 别能由你手中, 接受你所启发他们渴求的恩惠。 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的降伏, 临于你们, 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 阿们。 尼撒礼成。 感谢天主。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们。 主耶稣基督, 我借着洗礼与你同死同埋。 你既借父的光荣, 从死者中复活, 使我也能在生生活中度生。 昔日的我已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 使我罪显消世, 不再作罪恶的奴隶。 我既与你同死, 亦必与你同生, 死于罪恶, 活于天主。 主, 我曾多次挣扎, 多次跌倒。 虽然我知道你就在我身旁, 我却掉头来你而去。 基督, 请原谅我, 并帮助全人类认识, 外慕和尊敬你。 愿我能在众兄弟姊妹中尋到你, 跟随你, 在苦路上与你并肩前进。 圣子高远十字架上, 此母被上外立其旁, 巨木仰望泪流场。 第一处, 耶稣被判处死刑。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性家, 救赎了世界。 耶稣站在彼拉多面前。 这是耶稣与世族的一场生死之战。 彼拉多代表世族, 向耶稣挑战。 你要站在哪一边, 选择哪一边的其次。 拥护世族, 即是判处基督。 拥护基督, 那是要为了爱, 而今生被判处死刑。 我知道, 我直到今天, 站在哪一边了。 我痛悔。 那么, 明天我要如何呢? 主我, 我向你说, 我不是世族的人。 我明白, 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心灵参痛, 不甘沉淫。 应是爱自已切正心, 心如理恩此头上。 第二处, 耶稣背十字架。 耶稣基督, 我们欣诵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性家, 救赎了世界。 他以爱, 接受了我所有的罪恶, 和悲哀的负担。 我犯了罪, 而没有補偿。 他为我做保障。 这一切的罪恶与悲哀, 都压在他的肩上。 为此, 我是害他的空手, 不是他的门徒。 现在, 我愿意跟他学习, 背起我的十字架, 随从他。 现在, 我立志做保障。 偿还我的罪债, 环保他次的爱。 主, 我愿意做你的门徒, 弃绝自己, 背负我的十字架。 独自知无数福正累, 内心痛苦谁堪比喻, 心意爱再莫可遇。 第三处, 耶稣第一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的十字性价, 救赎了世界。 他跌倒, 因为我的罪, 压倒了他。 他跌倒, 为使我跌倒以后, 不要沮丧。 如果我的生活有困扰, 如果我跌倒, 我要记取, 我的十字架也加重他的负担。 他把我的罪恶, 我的无能, 我软弱无力, 我的一切都背负在他的肩上。 因为他是我的兄长, 所以陪我到此一生。 他把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所制造的十字架, 都放在他的肩上。 主, 赐我感受你压的柔软, 你淡自的轻快。 荣光智子与诗参藏, 因此自母见义继藏, 被伏被悉痛救抢。 第四处, 耶稣途中遇母亲。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一把劍刺入圣母的心内, 行刺的人是我。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把劍头向耶稣。 我曾使多少人哭泣, 也使他哭泣。 我的心眼。 我确知, 是我在主的雙肩上, 放置了木架。 我确知, 是我用劍刺头了圣母温柔的心。 主, 求你把我铁石的心, 变为血肉的心。 木渡爱自幻足极阳, 只容忍淡堤, 体内彷徨, 肃能见此不同相。 第五处, 西纳乃人帮助耶稣背十字架。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我面对负十字架的耶稣, 是若无睹, 和西纳乃人一样自私。 兵是强逼他, 是他丧失了莫言的态度, 负起十字架。 我的爱心, 我的痛悔, 是否吹速我, 摆脱我颓丧和胆怯, 而祈求主耶稣, 让我为他背负十字架。 因为在十字架上有救熟, 有生命, 因为我需要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我最有应得的。 因此, 我愿意陪伴我的兄长, 背负我的十字架。 主, 把你的十字架, 吸我背吧。 。 见自耶稣, 受尊间身, 为救其闻, 圆舍祭神, 参悲便得可绝量。 第六处, 圣府为耶稣昔面。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我如其他面对群众的人, 哪样怯罗, 不敢在人面前, 承认耶稣。 不敢如这位圣妇, 走到大路上去, 到耶稣跟前, 会去他面上的污垢。 我在人面前, 就不敢做虔诚的教友。 我不敢做慈悲的人, 不敢给千万基督见身的人, 即受苦的人, 受污辱的人, 除去痛苦和污辱。 我不敢。 主, 求你消除我的怯罗, 在我在世人前, 宣扬你。 同父子无受参伯见, 因见圣子被造磨截, 其离去我共同志。 第七处, 耶稣第二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诵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圣家, 救赎了世界。 耶稣跌倒在兵士的脚下, 受莫大的侮辱。 他来, 不是为受人的服役, 而是给人服务。 他被抛弃, 受万民的侮辱。 耶稣受人踐踏, 为使我把世界的光荣, 踏在足下, 轻视一切炫耀, 夸张, 骄傲, 自大。 为教训你谦信, 耶稣为中途洗脚。 为使人人能领他到心中, 耶稣答复一切人的要求。 来, 我们随从他, 去踐踏虚荣。 主, 学生不愿胜过老师, 请赐我和你一样, 接受挫折和侮辱。 带求你自悲痴性心, 祝我心灵见经热心, 相加爱无情意心。 。 第八处, 耶稣劝告耶路撒兰的妇女。 耶稣基督, 我们欣诵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性价, 救赎了世界。 耶路撒兰的妇女, 跟着耶稣哭语。 主对他们这种表现, 略有责备的意思。 耶稣更喜欢豪气的同情心。 这在痛悔与补述中, 他要求你能表现出来。 感觉的虔诚不难, 我们往往逃避, 但又犧牲的虔诚。 就是黑虎, 追随耶稣, 豪爽地承认信的。 当耶稣路过的时候, 哭语的人很多, 但追随他走苦路的人, 何其少我。 葡萄园女的夫知很多, 但是被果实压弯了的活知, 何其少我。 主,你随视我, 斥责我, 你认识我的软弱, 求你令我走上你的路途, 以向拉扎陆雪的话, 及我说, 你起来, 行就罢。 行其次无份你悲净, 并将你自身受酷刑, 深深明刻我深厉。 第九处, 耶稣第三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诵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耶稣一而在的跌倒在地上, 一而在的起来, 前进。 这是教训我, 要有英勇的恒心。 因为在追随基督的途中, 疲倦为人人所不免, 也是常有的事。 这是我的生命的弱点, 我倦于追随他, 倦于修德。 我疲倦, 我厌烦。 基督跌倒了, 又起来了, 一直走到了终点。 主, 是如此, 不管路有多么艰苦, 多么长远, 我常要起来, 常要前进, 直到生命的终点。 耶稣, 你几时看得我沉沦, 善失信心。 求你伸手提睽我, 开口向我说, 小心得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聖子耶稣, 为救我们, 偏上富欲, 并以身顺, 祈祷我们出迷障。 第十处, 耶稣被人脱去衣服。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星家, 救熟了世界。 被剥夺一切, 摆脱人把我们捆在地上的一切束缚, 你才真有自由。 耶稣被剥夺了, 关于我对事物, 世俗的, 快乐的, 亲人的贪欲, 一无所有。 耶稣是贫穷的, 耶稣是孤独的, 我却是富有的, 我有光彩, 我被人重恨。 为了我的罪, 我的恶如忘, 我的论识, 我的不义, 耶稣人受贫穷, 羞辱, 孤独。 主, 我是否该学习, 心内不暖陈世? 是否该明了, 如何贫穷, 如何谦信, 如何似你? 主, 请你说话, 你的仆人再似恭听。 十字声架救肃之传, 圣子四难上我醉险, 恨要我醉福田与。 第十一传,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声架, 救赎了世界。 随子敲打, 铁钉刺透了基督的骨肉。 我的罪再随击, 我肉肉的罪再侵食基督的血肉。 我的日落使他遍体伤残, 我的奢侈, 使他血迹斑斑。 他双手张开, 与双竹同鼻铁钉酸透。 鼻钉在十字架上。 世俗再讽刺说,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说, 主, 不要, 不要下来, 这刑罚正是我最应得的。 你替我受苦, 你若离开十字架, 我将如何得救呢? 主, 你不要下来, 让我藏在你的圣伤里, 为使我的心内痛悔我醉, 清洁我的身体。 同正性无神性之后, 乃你似人魂我爱求, 得上与你同备受。 第十二传,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架, 救赎了世界。 耶稣大喊一声, 垂头断了气。 他把灵魂交付于圣父的手里, 把他的血, 宽恕, 以及他的母亲, 放在人的内心里。 一切都完成了, 没有能做而未做的了。 为我还清少妈, 为我们还算少妈。 是的, 因为我们继续犯罪, 罪上加罪。 天主的圣血及圣死, 好像不足一样。 他知道这一尘, 他自十字架上, 看到我这可怜的人。 他说,我喝。 他为爱我, 渴望为我受苦, 再多多受苦。 入伏一日, 长年累月, 历各世纪, 每时每分, 在祭台上举行祭献, 远远流长, 永恒不断。 我还要继续犯罪吗? 主, 我还顾到几时呢? 耶稣不上爱为自愿, 耶稣圣死救肃自见, 只我信心永不变。 第十三处, 耶稣尸体从十字架射下。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圣家, 救赎了世界。 圣母玛利亚把耶稣的尸体抱在怀中, 他针密, 正观, 流泪。 这是我行为的结果。 圣母, 这是我制造的, 我杀死了你的儿子。 我以残酷, 冷漠, 不仁, 不义, 怯懦, 丁死了耶稣。 圣母, 你给我的耶稣是活的, 我还给你, 却是死了的。 这是我的作为, 是我一生做的唯一有效的作为。 他针密, 正观, 流泪。 耶稣已死, 我除正观求恕之外, 我要重生开始。 我和圣母玛利亚普同一信念, 基督必要复活。 求圣母协助我, 与基督一起死, 一起复活。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你即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基督的坟墓, 是希望的所在, 是圣里的木魂, 是复活的渴望。 守兵警卫, 我也要警卫。 苦里希望, 我也希望, 我希望我复活日的黎明。 今晚, 我面对面地看他, 永恒地享见他。 主, 请来临。 耶稣基督, 请来临。 请来, 请指示你来临的时刻。 圣子高原十字架上, 此母被上外立旗旁, 巨木让芒里流畅。 耶稣復活, 耶稣基督, 人类的救主, 你用十字架, 战胜了死亡。 你用十字架, 进入了光荣。 你用十字架, 使我的痛苦有了意义, 及呼吸世界起落。 求你助我, 继续你救世的工程, 共同背负十字架。 福活的主, 向中门土说。 经上陈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 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 向万邦宣讲悔改, 以得罪之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基督在世上再没有别的身体, 除了你们的身体以外, 他在没有手, 除了你们的手外。 他在没有脚, 除了你们的脚。 基督现在要直你们的眼睛, 去传达他慈悲的眼神。 要用你们的脚, 四处走动行线。 要借你们的手, 去祝福他人。 现在就让我们为教宗的以向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让,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想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油滑, 但救我们面于空恶。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 及圣神, 喜初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恩父, 及子, 及圣神, 使命。 阿们。